我跟妳說 換我了 過不給妳 你懷孕了 你懷孕了 你知道那個KID嗎 KID 知道啊 其實就不小心啦 就喝了一點酒這樣子 我就是一位懷孕了 我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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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你不是 沒有啊沒有沒有 先不錄你的 示範 欸 那個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找你幫忙 怎麼啦? 很緊急 怎麼樣? 我就是 你知道之前我跟XX的緒文吧 喔 我知道喔 嗯 然後因為 怎麼啦? 反正就是周刊有一些我們的一些照片 然後就是從我 從我的那個手機流出去 就是我手機掉了 然後就是有一些床上的親密照流出去這樣 真的假的? 周刊就有打電話給我啊 然後就說他們有拿到那個照片 對 然後就說這個禮拜三會看 所以在2咧? 對啊 在1咧?然後咧? 我有打電話跟韋鐘哥講這個事情 可是他電話一直不通好像他在內地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就找不到人可以幫忙 然後 後來那個反正就跟周刊講 然後大衛有跟他們在協調這個事情 然後周刊就說 出了一個價錢說 如果我想要買回照片的話 要600萬 幹嘛要買啊? 除非你要跟他真的就在一起啊 不然你看 他結婚了欸 對啊 你真的很誇張欸 是以前的事情啊 去買下海還不然怎麼辦 那我沒有錢啊 所以怎麼辦啦 你可以借我錢嗎? 好啊這種事情那要借啊怎麼辦 那600OK嗎? 那我買完 600 沒有因為他們原本是說 要800 然後後來我這邊湊一湊我有200 可是我就還差600 我怕我來不及欸 我要掉錢欸 我還要去解定殼對不對 沒關係啊OK啦 你借我一下拜託 我一個月之後就還你 因為我爸那邊處理一下 然後我這邊湊一湊應該OK 沒有啦 我覺得這要趕快解決 因為這事情其實很 對你很不好吧 對啊 所以我可以先 先幫你先幫你啊 但是 600 我不確定我現在要不要拿 你幫我馬上 因為你等於說你明天 你明天就給人家了吧 對 對啊 明天我怎麼可能突然有600 你這樣超緊的欸 那你能借我多少現在 你說三四百 OK 很緊的 可是600我真的一下 沒有辦法 因為我那個有些錢 我還要去 那你說我只有一天的時間 500個不可以 欸我再跟我朋友借個100 那你先借我500 我不OK 500 500應該可以啦 YES 那我等一下 我跟你講我這樣 我面下午茶路 我面上我去 我面上我先去銀行處 那你下午再找 好啊 是啊 好拜託謝謝 謝謝 你現在有什麼說話跟我說 好好好 謝謝啦 拜拜 哇 哇 哇 娜豆好有閒喔 好有閒喔 謝謝娜豆 那個全民大悶國是Live的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 主持人如果你是用你自己的角色在Live 我覺得沒問題 因為你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 可是悶國不行 因為你在模仿別人 嗯 所以如果那個話題你又不熟的話 就會很可怕 有一次是我們臨時 反正就是製作人突然臨時改題目 然後改完題目之後 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已經要進Live 可是我那天 我跟Ken哥搭檔 然後Ken哥演那個 那個時候的美國總統歐巴馬 然後我就演歐巴馬的翻譯 可是問題是 一改完了那個稿子之後 我完全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第一次是拿上去那個手卡上面 是一個字都沒有 完全沒有字 然後 Live 然後Live 然後我就不 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我們要講什麼 美國綠卡的事情 我想說我哪知道什麼 美國綠卡要講什麼 然後Ken就跟我說 沒關係 臉都綠了 他就隨便亂講嘛 然後我就聽了他的那個講的 然後就隨便亂翻 他就說然後再來就是 你就是一直笑 然後把胸拉低一點 就是 你說話自己想看吧 難怪你稿子上什麼都沒有 對…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講很爛的話 大家不會罵 然後他就說來你再拉低一點 然後就拉低一點 然後再動幾點這樣 然後就想說就在他旁邊翻譯 我就一直笑 其實我心裡非常的緊張 因為是很可怕 然後他講完之後 我發現我都聽不懂 然後我就隨便亂講 我就真的隨便亂講 結果那一趴一進廣告 邰哥從來沒罵過我 一進廣告 然後他就說 你以為你這種料理就可以來悶過是不是 你明天就給我滾回去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罵都這個起跳 但是還在Live 就是那個廣告回來之後 你還是要回來 廣告回來之後還是我們 對 然後我就心想說怎麼辦 可是我那時候就心想說 好沒關係 反正我明天就不會再來了 然後我就抱持著這種心態 我就心想說沒關係 你要嫌我 那我下一段就亂翻 結果下一段回來之後 Ken又開始講 我就亂翻說 你們的英文應該很好 你們都聽得懂 然後我就沒有要翻 甩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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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後來擺爛那一段 收視率非常好 你懷孕了 嗯 你知道那個KID嗎 KID 知道啊 就我們之前就跟憲哥一起去出 那個玩很大的外景啊 對對對我有看啦 對啊 然後 所以你是跟KID啊 嗯 嗯 嗯 其實就不小心啦 就喝了一點酒這樣子 嗯 嗯 那現在怎麼辦 然後你也知道 就是KID的那個女朋友 也是演藝圈的人嘛 嗯 對 但我還是很想要把這小孩生下來啊 可是還那麼久啊 你生小孩還那麼久 對啊 然後所以我現在就是沒有辦法 在台灣生小孩 然後 然後 那個 我想說今年尾牙祖遲完之後啊 然後我想要去那個西雅圖那邊 然後因為我有朋友在那裡 可是我在美國也沒有保險 嗯 嗯 所以 所以 嗯 嗯 就是我 而且我去年才剛買房子 然後貸款還沒有繳完 所以我就很需要一筆錢 那大概需要多少錢 就我後來有問一下我在美國的朋友 然後他們有說如果我沒有保險的話 然後就在那邊生小孩應該要一筆錢 所以 大概算一算 然後小朋友出生要照顧什麼的 大概就三百五左右吧 可是 如果是這種金額的話 那我可能要跟 朱莉姐商量一下 跟她講沒關係 嗯 跟朱莉姐講沒關係啊 沒關係啊 可是 你這個是長期的問題嘛 這不是今天馬上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跟朱莉姐講這個 大概這個狀況 完了以後看看她的意識怎麼樣 那原則上我們再來處理這個 那後面這個東西 因為她時間比較長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問題嘛 就是可以慢慢幫你解決啊 還是怎麼樣的 凡哥還是說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就先借我 因為那個 我朋友幫我問了那個美國的醫院 然後他們是說 大概要我就是 可能要有個證明或是什麼的 不然我其實 如果 孩子再比較大的話 我就沒辦法飛過去這樣子 對啊 因為好像七個月以前嘛 對 對 那我都是 什麼事都跟朱莉姐 就是都要跟她講 這樣比較好 那所以說 看你覺得說我能不能講 如果我可以講 那我就先跟朱莉姐報備一下事情 那我看她的意思怎樣 那原則上如果 原則上應該如果要幫忙的話 是看看 沒有問題嗎 對 時間還有嘛 因為還有時間可以研究嘛 如果 如果朱莉姐不覺得說應該有這麼多錢 要怎麼樣 我們再來想一點辦法 好不好 好 謝謝凡哥喔 那你自己要照顧自己 那你等一下 我等一下跟朱莉姐研究一下 我再回電話給你 晚一點我再回給你 好不好 謝謝凡哥不好意思耶 不會不會不會 謝謝 自己保重喔 自己保重 好 掰掰 喔 好 掰掰 掰掰 這種事 失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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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件 在旁邊 根本沒有人想死了喔 我保育在這裡擺盡 在旁邊 就像這兩隻病一樣 但是 我懷疏到你的 我什麼要無關呢 那四個子 怎麼當年阿豈的事都沒有再四秒 我愛你都四秒 劉莉 我還沒玩 我跟妳說 我已經完了 過不去 我不是跟妳說過 我以前就緊張了 這世上跟妳聊得到 對 對 妳哪有 妳跟我們這樣吹緊張 還要用幾個天 都不會吵我 是啦 我都應該跟妳說過 就這樣啦 我再做一個 一樣的吹緊給妳好嗎 妳剛剛找了好 我只因妳吹 妳吹 吹這三天 就不跟她在吹中了 從來 我曾經說過 她是知道 我被妳說過 她是從來 我會被妳說過 她是在家裡 我們要不跟她 在家裡 能不能跟她 看她 他不應該 酒是兄弟 不要太囂張了 頭皮已經開來了 沒人會就沒有了 這樣你手話的 有感覺到你那邊的溫暖 我就被你割掉了 就在那裡人出一回 你自己照我賣錢 誰說我是人出一回 你感受到我的心跳 感受到我的溫暖 你騎在路上 沒想乖乖乖 只是頭乖乖 你曾頭乖乖 你敢有看過 那是我的改善 乖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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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 乖乖 乖乖乖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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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乖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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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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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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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乖乖乖 那個穿幫 有一點耶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拿這個穿幫的 拿錯了吧 沒有啦 這不是的 請幫他上一點馬賽克 不是啦 我不信任製作單位 你拿毛片給我等一下 沒有這什麼東西 其實 不是啦 沒有啦 很像 不是 其實我那時候是有貼胸貼 然後有穿new bra 那青春豆嗎 沒有 可是因為油漆潑上去會滑滑的 所以他會一直滑下來 你來好好介紹一下 我只有覺得有一道很過分 這道誰潑的 灌進去 直衝耶 還差勁耶 天啊 但是 你有辦法嘛 好爛的 但是大家有沒有看到 一佩的那個嘴唇的性感度 好像那衝叫 人家很漂亮那個照片 被你們講的 請問一下 憲哥你更壞 這個總共幾個人在潑油漆 總共是上面一個人0 然後左右兩個人潑 就是他有用0的 然後旁邊兩個人是用這樣撥的 一心用力的 對 然後最後他是想要 對 從下面這樣子 怎麼衝到那邊 撥進來的時候 撥起來 你也嚇一跳對不對 冷風吹進 整個嚇一跳 感覺像千斤萬馬殺進來 你知道嗎 來 那個衝襲的力量 給你們看一下他拍攝的過程 來 無依佩的拍攝實錄 這次無依佩使用的色調 是讓每個女孩 都為之瘋狂的粉紅色喔 油漆點綴裝飾後 就要正式開拍了 什麼 全身淋滿油漆 讓無依佩嗨到不行 經常受邀拍攝雜誌封面的無依佩 絲毫不受油漆影響 臉上的表情相當到位 拍攝相當順便啊 你看這個 好香喔 這是粉紅色的 妳要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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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拍攝的最大重點 即將呈現在明月前 來 1 2 3 走 1 2 3 走 經過無數次的波漆 最完美的作品即將出現 走 OK了 可以了 什麼 超夢幻的粉紅色油漆 妳是不是也心動了呢 最有個性我覺得是她的臉 對 妳知道嗎 她那個臉就很像情侶 情侶在吵架的時候說 妳打我妳打我 妳就是個鬧腫妳不敢打 然後她就用這樣子激發旁邊 波漆的工作人員的那個好勝心 妳們都沒有看到一個很細節的地方 好深喔 儀佩的手指頭 已經整個皺掉了 泡了多久 對 泡很久 這個泡了多久 對 泡了多久 對啊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節目啊 真的是台灣藝能界的終結者 太用心了 這個要佩服一佩的敬業程度 敬業程度 你看她從剛開始一直慢慢欺給她 她都沒有改變她的肢體 而且表情都非常的好 因為她不敢動 所以啊 這要臨結到那個瞬間很難的 不是 因為我不敢動 因為如果一動她會從那個灌進去 還有她那個胸口那個漆的那個 狀態非常的好 非常好 有沒有 凝結的速度非常的穩定